城里的有钱人都逃走了 只剩下普通老百姓们还在苦苦的煎熬 也就是在这一年四处大乱的时候 北京西城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西城的一幢老宅子突然发生了地线 只能找来工匠拆掉房屋重新打地基 由于地线很深 工匠们只能是先把坑挖开 然后再把土石填进去 这样才能够重新填好 可是几个人挖了几帐 却始终不见底 而且有人还发现了好几根奇怪的骨头 其中一根骨头看起来毫无疑问 就是人的大腿骨 但是这根骨头长度极长 看着这些奇怪的骨头 这家住户认为可能是腰斜作祟 吓得把骨头就全部丢到了城外 没想到当时正巧有一个洋人医生路过 他觉得好奇就把这些巨大的骨头全部都给留了下来 到后来经过测量 这些真的就是人类的骨头 那根很长的还的确就是人类的大腿骨 但他的确是非常非常长 根据比例计算 这个人在生前 他的个子至少超过了两米五 于是人们就推测 这个骨头的主人 应该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巨人族 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 毫无疑问都能够发现这些巨人的身影 在中国古代 同样的也有很多有关巨人的记录 在山海经理就对中华大地上的巨人族有着明确记载 山海经理说 大人城在今天山东的北部 那里的人身材高大 正在坐在船上撑船 据推测 这个大人城可能坐落在今天沿海的某一个岛屿 山海经理写 彭埃山在海中 大人城在海中 有座波谷山 有一个大人城就在这座山里 有大人做买卖的集市 就在叫做大人堂的山上 有一个大人正蹲在上面 张开他的两只手臂 有个大人城 这里的人姓李 吃黄米 还有一种大青蛇 黄色的脑袋 能吞噬大陆 这是在山海经理有关大人城的三条记录 山海经认为 这里的人比普通人高大得多 是完全的巨人 当年人的身高普遍在一米五几 而这些巨人们身高比他们高出将近一倍 应该是在两米五以上 那除了山海经理记载的大人城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古籍中也记载着有关巨人的传说 在国语中记载 吴国进攻越国 攻克快击得到了一块很大的骨骼 需要用一辆车专门的来装它 才能够装得下 吴王派遣使者到鲁国访问 顺便让使者去请教孔子 这节骨头到底是什么骨头 孔子回答 当年大雨召集众多部落首领 在快击山开会的时候 有位号称防风的部落首领 因为迟到而被杀害 尸体被肢解 用他的一节骨头 要装一辆车 这个叫防风的部落首领 来自安徽吴维县一带 当年在这里有一个巨人镇 里面都是巨人 在《山海经》和《国语》当中 我们刚刚都说了 都记载有巨人 但是这两个巨人 他却有很大的不同 生活在山东沿海的巨人 据说是力大无穷 但是性格宽厚 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山东本地人 并不觉得他们稀奇 巨人和普通人 都相处得非常好 而安徽吴维的巨人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防风部落的巨人 性格凶悍 为人粗暴 动辄用武力 来对付周边的普通人 由于他们力气很大 块头又大 普通人肉搏 是绝对打不过他们的 曾经一度无危险的周边 都被巨人控制 普通人被迫 纷纷的逃走 不过后来 当地的普通人 慢慢的就发现了 这些巨人的弱点 就是他们行动比较缓慢 于是他们就开始用弓箭和投尸器 来和巨人作战 这些巨人力气虽大 但面对弓箭和石子 难以很快的移动躲避 纷纷被打死打伤 最后也就都灰溜溜的逃离了 无危险 不知去向 后来人 根据防风部落留下的记载和遗迹判断 他们和山东的那个巨人部落 应该是同一个来源 根据分析 是山东巨人部落的几个家庭 向南方迁移到了安徽 逐渐的繁衍成一个部落 可能有人就会说 在《山海经》和《国语》里面 记载的大多都是神话传说 可信度不高 所以你这个巨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其实除此之外 有关巨人的记载 在其他古籍中也是存在的 根据汉书记载 曾经有人向王莽 推荐了一名身高三米多的巨人 名为巨无霸 在后汉书里 就记载了光武帝刘秀指挥军队 与巨无霸的王莽军作战 并且取得胜利的事情 那以上我们说的这些 都是发展到了一定规模 相对比较文明的巨人 其实除了这种相对文明的巨人以外 据说还有一种 像野兽一样生活 专门吃人的巨人 在山海经里 还说过一个可怕的巨人族 就是这种专门吃人的巨人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独眼巨人 山海经里 把他们称作是鬼族 远在西域 也就是今天的新疆与蒙古交界的 阿尔泰山脉附近 这些巨人 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只有一只眼 身高也是非常高大 至少有两米 据说这些独眼巨人 极为凶恶 专门的吃肉 甚至也吃人 他们平时的工作 就是四处去活捉人类 然后带回部落里吃掉 由于独眼巨人力气极大 一般人类根本无法和他们搏斗 几乎就像是人捉小鸡一样 手到擒来 所以在独眼巨人的村子外面 全部都是累累的白骨 有意思的是 并不仅仅是在中国 有这个独眼巨人的传说 欧洲的各民族 甚至是阿拉伯人 也都有关于这个独眼巨人的传言 近代中国和苏联 在阿尔泰山附近 发现了一些历史遗迹的壁画中 也发现了有这个独眼巨人的形象 不过现代的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 所谓的独眼巨人 其实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巨人 而并不是独眼 而之所以他们被认为是独眼 是因为他们作战时都戴着一种头盔 头盔呢 保护的比较全面 只在眼睛那块露出一个洞 人们在远处看来 就会误以为他只有一只眼睛 这是独眼巨人 这些巨人的遗迹是遍地开花 在世界各地都声称发现过巨人的骸骨或者木乃伊 但是长久以来 对于他们到底来自哪里 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是始终都搞不清楚 于是有人就提出了一种假说 认为巨人是一种跟我们一样的人类 是人类进化的另一个分支 那这就是第一种假说 认为巨人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分支 就在去年2015年 外国的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距今185万年的一根小植骨 这根185万年的小植骨 与现代人类相比 它长度更长 大约是正常人的一倍 发现小植骨的地方 位于坦桑尼亚的奥度威侠骨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类祖先手骨 据此 科学家认为 在同一个地区 可能生存着另一只人类 跟我们现代的人类是不同的 于是这个坦桑尼亚 也成为了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个讨论热点 新发现的这节小植骨 暗示着这只人类的祖先 可能比正常人要高一倍 并且把所谓的现代人类的发现年代 推进了大约40万年 科学家们通过对灵长类动物四肢的研究 可以看出它们到底进化到了哪种阶段 比如从植骨的弯曲度 可以判断灵长类是否处于爬树阶段 因为经常的枝头游荡会导致植骨处于弯曲状态 因此从四只骨头可以分析人类的进化阶段 这节植骨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由此而来的 大约在5500万年前 第一个原始灵长类动物开始进化 800万年前第一只大猩猩处于进化阶段 400万年前南方古猿出现 185万年前这节现代手骨出现 28年前智人出现在了非洲 这些时间点都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时间点 从中也可以看出 现代手骨出现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那换句话说 科学家们推测 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另外一个分支 认为它和人类基本一致 只是身材高大的多 就像是老虎相对于小猫一样 那研究完了新发现的这个小植骨化石 我们把目光重新拉回中国 似乎在中国也有可以印证这一点的一些证据 其中一个经常被人们拿来用的例子 就是清朝的巨人家庭 他就是很有名的巨人 詹世差 詹世差出生于1841年的江苏物园浙园县洪观村 当年是属于安徽省 他的父亲詹真虫也是一个巨人 史料记载高达2米48 詹真虫是物园当地常见的末将 专门制造艳台 物园的艳台也是全国文明的 因此詹真虫的收入还算是不错 詹真虫的家族从来都很高 当地老百姓也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传说他们就是当年从安徽吴维县逃走的那个防风式巨人的后代 詹真虫一生 先后娶过两个老婆 一共生了四个儿子 其中有两个儿子并不是非常高 另外的老二詹世中和老四詹世差都非常高 其中詹世差是最高的 比父亲还要高出一截 而这个詹世差它并非是后天的那些所谓的巨人症 而是从出生开始就很高的 当地居民回忆小时候他们听父辈们讲起的故事 说詹世差在三岁的时候就已经一米五了 据说当时有一次 他的母亲带他去物园县城看庙会 詹世差玩着玩着饿了 想吃奶就站在母亲跟前吃 旁边好多村民都看见 感觉奇怪 他就责怪詹世差说 说你都站得有母亲高了 还好意思要奶吃 也不怕害臊 母亲听了之后 对村民说 孩子还没满四岁 不要吓着他 人们听了大感奇怪 后来才知道 这原来是詹家人 也就是啊 詹世差长到十八岁的时候 个子已经是极为惊人了 比父亲还得高出一头 辉州的房子是全国一绝 一般都建得很高 都在五米多高 但詹世差当时站起来 就有房子一大半高了 今天留下的詹世差的故居 仅仅屋里的门就在三米多 所以他们的身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由于个子太高 他还经常的吓到一些 外来的陌生人 当年雾元一带 太平军和清军激战 清军被打败以后 就曾经在此经过 四处抢劫勒索 甚至是随意的银间妇女 吓得当地百姓是 纷纷的关门避难 当时一些清兵冲进了詹家大院 就要抢劫 原本坐在床上的詹世差 忽然站起来 比清军高出一倍 七八个清军吓得是屁滚尿流 嘴里大喊着怪物 扔下抢到的东西 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长大以后 詹世差开始跟着父亲 外出兜售艳态 由于父子俩人都非常高 生活起居也都非常不便 所以经常的被人围观 那生意也因此就不错 到后来因为父亲年老多病 先回到家里养病 詹世差就一个人在上海摆摊卖艳态 当时上海有许多洋人的租借 有一天 一位搞马戏团的洋人 见到了这个詹世差 对他的身高感到非常震惊 于是这个洋人就立即找到他 让他不要再做小生意了 而是直接接受他的高金聘请 去周游世界赚钱 詹世差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同意了 由此詹世差也就开始了 名阳海外的立场 根据后来的历史专家考证 詹世差最晚应该是从1866年起 在欧美各地卖艺 足迹遍布欧美 影响非常广泛 当时中国的杂技在欧洲很流行 而中国的巨人也深受西方洋人所吸气 甚至不少洋人因此就认为 在中国真的有这么一个巨人族 在外卖艺期间 詹世差身穿清朝官服 手里拿着纸扇 端坐在椅子上供人观看 1879年 一位名叫张德义的中国使者 在俄国曾经见到过一次詹世差 当时詹世差自称自己多年前就来到英法 靠卖艺生活 以身高的奇特之处来吸引人而赚钱生活 詹世差在海外漂流了十多年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先后学会了简单的英语 法语 德语 俄语和西班牙语 一共五种语言 他学习语言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是为了和当地人交流 这样呢 就能增加观众的数量 增加他的收入 不过他的生活 却是非常简单 身边没有一个中国人 虽然薪水很高 但是非常寂寞 带他到欧洲的那个洋人老板 对他很不错 看见他很孤单 就撮合马戏团的一个英国女士 最终嫁给了他 于是夫妻两人一起在欧洲游走卖艺 后来还生了两子一女 随着多年的旅欧生活 詹世差也尝试着融入当地社会 他也穿英国服饰 还拿到了英国国籍 后来詹世差曾经带着妻子 回到中国住了几年 不过他的父亲当时早已病死 跟他差不多高的哥哥 也不幸去世了 而弟弟当兵后 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最终这个家庭 算是败落了 就这样没过几年 他就再一次回到了英国 和其他巨人不同的是 詹世差生前留下过很多照片 因为他是当时的娱乐明星 自然会跟别人合影 也会留下自己的照片 其中最著名的一张 是1880年在香港拍摄的 由旁边的人作为参考 詹世差虽然不见得 有之前说的三米一九 但身高看起来 至少也得在两米五以上 那通过詹世差的这个活例子 我们就可以认为 古代的巨人 是有可能存在的 当然 说巨人是人类的分支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观点 除了这个说法之外 还有其他的两种说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和第三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有学者认为 这些巨人是正常人类被异常辐射之后 基因发生了突变 所以才变成了巨人 那关于这种说法呢 也有一个活例子 这个活例子就在仅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 马提尼克岛上 在这里也有很多长得很高的人 而且奇怪的是 普通的成年人 甚至老年人 从外地来到马提尼克岛生活以后 他们的身高居然也会跟着增长 在1943年 哥伦布第一次远征 发现了这个位于加勒比海中的小岛 后来把这个岛取名为马提尼克 意思为花之小岛 1763年 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 在这里出生并且长大 1946年 这个岛成为了法国的一个省份 并在1974年正式的成为法国领地 马提尼克岛的所谓的巨人 绝大部分是黑人和黑白混血人 科学家们对他们研究了几十年 最后是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原因 在这个岛上有一种放射性的火山黑金石 美国科学家格莱华博士和他的助手 为了研究马提尼克岛的奥秘 在岛上生活了八年 通过研究最终才把目标锁定在了岛上的这些稀有矿石 黑金石上面 通过小白鼠的实验 他们发现经常引用黑金石泡过的水的小白鼠 要比引用普通水的小白鼠 个头大上一倍 生长速度也要快将近40% 而在为期一年的人类实验中 他们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青少年在服用黑金石水之后 生长发育速度明显的增加 最高的身高可以增长23厘米 而超过30岁之后的成年人 增长速度也会随之相对缓慢 平均增高只有3厘米 这些实验就充分的说明 马提尼克岛上的黑水晶 是引起岛上动植物生长加速增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原理是黑金石内的辐射 刺激人体的脑垂体 引起生长激素的分泌和免疫因子的激活 从而就导致了生长发育的加快 不过在同时 科学家也指出 这种辐射对人类没有好处 而且事实也证明 马提尼克岛上的巨人们 也就是那些身高很高的人们 他们的寿命普遍都很短 而且很容易患上各种严重的疾病 所以放射性物质对人类基因的影响 总体还是必大于利 其实这些人 他们之所以长高 只是一种严重的辐射病的表现 其代价就是寿命的大幅减短 丝毫不值得高兴 那么有了这个例子 很多人就认为 古代出现的一些巨人 有可能和马提尼克岛的人一样 是被辐射以后才产生的结果 而为什么在近代 这些巨人都消失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辐射病 让他们纷纷死亡 无法健康的来繁育后代 最终就几乎灭绝了 除此之外 还有第三种说法 那就是巨人症 众所周知 从古至今 全球各地 到处都有巨人症的患者 很普通家庭的孩子 也可能因为巨人症 而变成巨人 这种说法呢 我们就不用过多的解释了 原理也非常简单 也许很多历史书中 记载的那些偶尔出现的巨人 就是这样的巨人症患者呢 这也说不定 那巨人到底存在不存在 或者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这个问题也是学者们 和其他爱好者们 一直在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 正值考古的全盛时期 当时的人都想用铲子 来找到一些遗迹 因此在当时也挖出了大量的 巨大的木乃伊化石和骸骨 他们没有特定的出生地点 在希腊 在意大利 中东和美国都曾经被人发现过 当然在这些遗迹中 也有假的或者被误认的 但仍然有许多 目前看来是真正的巨人遗迹存在 也有诸多的证据显示 地球上的确曾经有巨人存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一批探险家及印第安人向导 在秘鲁的亚马逊河流域 看到了一些红毛驼背的巨人在奔走 1986年底 墨西哥的一家媒体报道 当年在墨西哥城东部 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巨人头骨 以及巨人使用过的石残片等遗物 据说那块头骨高和宽 分别是50和25厘米 犬崖比现代人要大2.5倍 估计身高在3.5到5米之间 1950年末 土耳其山谷地区 也发现了许多巨大的骨头化石 经过调查 证实与人的骨头也是十分相似 只是比例出奇的大 其中一个大腿骨化石 长达120厘米 那根据比例推算 这个人的身高应该有5米 称其为巨人 一点也不为过 等等这些众多的证据 似乎都在说明巨人确实存在